为了响应世界母语日 吉安乡立图书馆11号特别举办了 《我欢喜说母语》的活动 邀请国立东华大学语言中心的陈敬廷老师 带领亲子家庭一同体会阅读的乐趣 乡长游淑珍也特别前往一起共读 大家透过绘本来探索母语的文化 进而培养阅读的乐趣 从2000年开始 每年2月21号是世界母语日 而为了响应活动 吉安乡立图书馆特别举办了世界母语日 《我喜欢说母语》的亲子共读活动 在老师的解说中 家长跟学童一起透过闽南语 以及英文绘本 探索母语文化的面貌 现在来认识 一个简单的台语 喵是不是念起来有点那个声音 喵 有没有 像喵的声音 喵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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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小猫叫喵啊 喵啊 喵啊 那狗怎么叫 喵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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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我们念狗的时候 狗 狗 狗啊 狗啊 所以是不是跟我们 动物在教的声音有稍微 休想 吉安厢长 游淑珍也特别前往与参加的亲子家庭 一起聆听共读 游淑珍希望亲子一起透过母语绘本走进阅读的世界 以语言口说历史故事 将语言文化的传承教育给下一代 大家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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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 今天是我们世界母语日大家来共读绘本 由我们的家庭组织 从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 以及我们今天导读的老师 也是家庭组 一起来说母语 读绘本 相信国际的语言 还有世界的母语 以及我们家庭的语言 融入在绘本之中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今天由我们的爸爸妈妈带着我们的孩子 来到我们吉安的图书馆 大家来共学 讨诗 希望这样的一个亲情 跟母语的交谈 融入到家庭里面 下周一就开学日 家长陪同 学童在寒假最后的周末 一同体验阅读的乐趣 也让寒假画下完美句点 记者刘明胜 吉安湘采访报道 和男后一同体验阅语我 比过来的 不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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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幻影 北京